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约翰一书四章的十七到十九节 题目是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爱与惧怕这就是人与神 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两个极端 而在此处的经文所指的就是特指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神是爱世人的 神并不会惧怕人 而人呢 从一开始的爱神 因为神对人的充分的供应和保护 到亚当犯罪以后 在伊甸园里躲藏 那就是人害怕神的开始 其后人被逐出了伊甸园 完全的保护和供应断绝了 这样在地上的人们很快就发现 他们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恐惧 原来在伊甸园里面 他们并不需要担心食物 因为伊甸园中的树除了一棵之外 树上所结的果子 他们都可以吃 并且他们也发现在地上的兽 不是伊甸园中的兽 是顺服他们的 不但不顺服 还可能伤害他们 他们就更多地恐惧环境 随着人在地上的发展 人数众多了 力量强大了 人们在最里面也越走越远 他们开始觉得环境不再是那么可怕 渐渐地除了某些不可控制的机会和事件之外 我们似乎是可以面对环境了 而这个时候 他们就越来越惧怕神 甚至将自然的灾害的发生 也都归咎于神 比如说人跑到山上 烂肯临木 等到雨季来临的时候 就引发了山洪爆发和土石流 甚至是冲毁了房屋 伤害了人命 这个时候人会怎么说呢 他们会说 三神发怒了 神在惩罚我们 但是那些灾难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人远离的神 人不肯听神的告解 不爱惜自然 这些才是灾难的真正原因 最多他们只能抱怨 神没有在急难的时候救助他们 然而这些种种 都只是在加深人对神的惧怕 神的存在和神的圣洁 都使得在罪恶中的人们 更加地惧怕神 他们怕神洞察他们的心肠肺腑 他们害怕神的告诫 阻碍了他们的犯罪自由 也害怕他们所作所为 被神所见察 就算是有神规定的赎罪的献祭 献了祭的人 还是在惧怕中进行的 而主耶稣基督的到来 就是要改变这一点 他的来到重生 神是爱人的 神是愿意爱人的 你看 神并没有忘记我们 你看 神是愿意帮助我们回去的 你看 神是愿意接纳我们回去的 他甚至拆遣了他的独生爱子 要为我们开拓一条 可以回到神那里去的道路 人要如何才能回到神那里去呢 那就是要通过神的审判 也是因为如此 人对这个审判有的极度的恐惧 甚至想象出地狱的各种场景 想象神是要如何的折磨人 其实这个恐惧是完全不需要的 因为审判是决定 人能否通过神的标准 而回到乐园里去 而通不过审判的人 只不过是必须要面对 本来就要来到的结局 这甚至不是神为人设计的灾难和毁灭 所以主来是要告诉我们 要爱神和爱人 不要再害怕神了 到我这里来 也就是到神的爱中 借着接受神的帮助和安慰 让神入住到我们的里面 也就是圣灵 这个神在我们里面的帮助和安慰 不但是让我们不再惧怕神 你想 神都住在我们里面了 我们又怎么会怕神来建成 我们的心肠肺腑呢 并且借着神的帮助 让我们里面爱神跟爱人的心更胜 让我们的爱能够完全起来 这样完全的爱 就会除去我们里面的恐惧 会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 而知道我们原来是无需惧怕神的 神是爱我们的 而非是要刑罚我们的 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那些惧怕神的人 是因为他们不能够爱神 不能够爱那就远离 也就觉得神对我们所做的乃是要寻罚 其实这是错误的认知 因为没有爱 也就没有信任 而没有信任就产生出惧怕出来 这都是人从本位主义出发 而产生的错觉 当然也有仇敌在里面的挑拨 我们如今能够从恐惧当中走出来 而能够爱 当然那是因为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呼召 以及他给我们的帮助 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 是神先爱了我们 所以我们才能够爱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